相信新系的观众已经发现了 今天我们的现场很不一样 怎么能跟阿兵穿的衣服都差不多呢 统一的白衬衣 因为我们离这个教师节已经很近了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学生白脸条衣 也专门做了一个叫教师节的专场 没错 那今天在现场呢 也有很多跟教育行业息息相关的朋友 要不从他们开始谈谈感想 好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 在你印象当中 哪位老师对你的印象是最深的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班主任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他非常搞笑 所以说我很多的事情都是跟他学的 有其实必有歧途 对的对的 之前对我有影响这些老师 比较多我就不提了 但这两年绝对是洛老师 因为这两年一直跟您做节目 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要改进 然后今天导演组跟我说 教师节专场 让我带点小的道具 但是马老师平时行走江湖 既不用教编也不用粉笔 都是用电脑 所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课件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 一起看一下 陆教授您好 我是越教越胖叫叫胖 这个最初去 太棒了 是 特别特别棒 那为了配合这个教师节的氛围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女嘉宾也很特别 全是教师 没错 来 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我现在心情左撞右撞 像过了过山车一样 超级还非常想马上赶到现场 我选的男嘉宾 看的是很多男生跟女生的菜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走我 大家好 我叫冯敬 今天23岁来自北京 目前从事于时尚编辑 兼职舞蹈老师的工作 我愿做一只风华绝大的狐狸鸠 但是我也有被顺服的那一天 浑水伤伤 我只愿汤你这一套 台湾的男嘉宾 你们会是把我牵着的那个人吗 你那次是十多位男生全是浑水 对 就等着你来趟了 对 这是出自于诗经的一句话 把它改编了 好 带着什么才艺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支肚皮舞的舞蹈 好 掌声有请 恭喜你74票过关了 下面我们要一起进入 赫萨又健康美丽森林派 来 老师有请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开装热气 我觉得我们都深深地记住了 冯静的自我介绍 风华绝代的狐狸精啊 谁不想看下面具下这张脸呢 能第一时间接下面具吗 好 没问题 好的 冯静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好 选择一个你最幸运的男嘉宾 决定要趟这趟浑水 哇 他这样把风卷再挑选一位男生坐的红女子上为你说话 我本来想选马老师了 不对 马叔叔 但是 马大爷 可以问一下您的贵庚吗 今年方林三十一 那我可以让您跟我接下一首诗吗 听说您保揽群书 请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余老 接 这真接不了 你说你何苦这么为难你大爷 那你现在还选马徐军坐在这儿吗 不选了 你想选谁呢 想我的老乡 对 来自北京的刘蜜 yes 好 乖乖坐哪儿去吧 刘蜜的任务呢 是无条件地说好话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要对老师充满了无限的景仰 开始 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 说好话有点 换一个风格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从小到大被老师欺负 现在也可以欺负欺负老师吧 今天在这个教师节这个日子里边 我们都是学生 学生就应该有个学生的样子 坐下举手回答问题 老师呢 就是好好站着就可以了 你们说呢 这样我记住你了 你们是可以坐 但是老师也可以罚站 对吧 还有惩罚学生的方式 今天统统用上 没错 好 那刘蜜现在能坐下吗老师 罚站一分钟 非常好 来 下一位同学 那个报告落主任 那个福老师 隔壁班的那个舞蹈老师呢 这个我乍一看呢 其实不敢直视 他实在是用生命在舞蹈 他跳舞的时候 呈现出一种 时时刻都在骨折的样子 所以那个舞蹈老师 您的腰还好吗 就是我本来设议的是 一开始跳一个肚皮舞 然后最后是 Lady Gaga的那个 绝世舞亮相 当然导演说太长了 没同意就让我表演一个肚皮舞 导演太不像话了 老师您太厉害了 冯老师 我觉得呢 你错过来导演组了 他们不让你跳四分钟 是因为这里经常需要补镜头 所以你跳不止一遍 你要是跳个三遍的话 你就体力不知 昏厥在台上了 没有办法继续录影的 所以他们是一番好意哦 你看还是你大爷对你好 是的 冯老师啊 那你居然说你自己是 狐狸精 我觉得我们场上 有人比你更狐狸精 你这肚皮舞 往上有人一定跳得比你好 那一定要展示一下 那这样 你来跳 选几个是吧 选几个 选几个好好 好 刘蜜已经站得很累了吧 然后应该活动一下筋骨 好 刘蜜有请 还有谁 曹老师 曹俊 还有那个那么时尚的人 觉得舞蹈一定拿不住你是吧 你就乖乖下来吧 一号江方舟 有吧 马老师愿意吗 下来吧 哈哈 曹俊别写在这儿 马俊坐谁都搞不好体操了 好 认定pose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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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如果五个人不穿白衣服还好 一穿白衣服我确实觉得到了医院 今天都没吃药 谢谢 谢谢 谢谢五位 真不容易 活动活动 姑娘 但是是我说句实话 你当这老师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经验 你也不顾及学生的这个情况 而且你也不把动作给做分解 您就顾着您自个儿在这呱呱呱呱呱在这扭了 后边跳成什么样你根本不知道吧 马俊俊做了一套广播体操 曹俊把自己全身都已经搓了一遍 刘老师 有句俗话说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我觉得这个师傅还没教会先把徒弟给弄死了 这个可能舞蹈是美术老师教的 马老师给你感觉就是我们早上在公园里看到几个大爷在那做操 其实我到昨天这女嘉宾跳舞不时尚 很编辑 就很像那种在办公室里面做了很多年的编辑 然后憋了很久 终于出来 玩命的抖啊 特别是她还跳得很即兴你知道吧 面对黄洞的时候不断地做这呕吐的动作 不管怎么样这些学生还是挺努力的在努力的配合老师对不对 接下来呢我们老师有一个机会 可以用这颗爱心来犒赏其中你觉得挺棒的一位学生 进入我们的赫萨有健康魅力之学 第一颗爱心送给谁呢 送给贴心的徐浩瀚 徐浩瀚 非常好 恭喜徐浩瀚得到了六颗星 好 下面呢我们要通过一道VCR再对冯敬再做了解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冯敬 今天23岁来自北京 目前从事于时尚编辑的工作 我平常会自己彻底一些衣服 这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学习国画跟美术有关 现在主要喜欢一些服装设计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穿上自己亲手设计的婚纱 我喜欢练跆拳道 现在已经是防律带了 所以男嘉宾千万不要欺负我 我喜欢的另一半外表是阳光运动型 最好喜欢穿运动服的男生 性格成熟稳重带点小幽默 像徐浚那样 如果他有头部的话 那我会更喜欢他的 好 我们通过两张扑克牌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冯敬毕业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学的是国际贸易的本科 现在在做时尚的编辑 他是兼职担任舞蹈老师 认为自己呢是个峡谷柔情的史湘云 小个子有大power 最佳损友 呃 那个我不好意思问一下 史湘云是谁啊 他是什么将啊 你不看四大名著吗 你可以问一下波学多台的马老师 这个史湘云啊是西游记里面 把这唐三藏西天体精的一个 我就想说是西游记里面的 特别武侠你知道吗 那个我特别感兴趣那个峡谷柔情 你有什么峡谷柔情的一些 呃事件给我们讲一下 嗯峡谷柔情我得先从文开始说 满老师 对 你怎么每次都跟他说啊 满老师比较国学多才嘛 哦 来来来 我叔叔听你说你说 我从小比较想看古龙跟金庸的小说 那你猜我最喜欢的一个女的是谁 我觉得有点像小招 就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强烈的性格 那还有谁对古龙或金庸的小说比较了解的吗 哎 李嘉宾 我觉得你特别像神雕侠里面的吴莫愁 哦 不是那个李莫愁 李莫愁 我觉得很有杀伤力 你是觉得自己像他 我个人还是比较想郭湘的 所以我明白了 因为郭湘特别喜欢杨过 就像你老盯着我 两个人数数都差很多 李嘉宾你好 问个问题啊 你有说到你小个子嘛 有一个大power 你是怎么去解读这个小个子有大power的呢 小个子很好理解啊 就个子比较爱笑 大power就是嗓门比较大 然后跳舞的时候特别high 就这种自high型施胖天性那种 就像在地上翻来覆去滚 然后我在家的时候没事也 倒立啥的呀 然后就那什么的 好 各位男生 准备好你们手中的烂烈器 3 2 1 请选择 好 有很多男生选择进一步了解 我们翻开另外两张货货牌 王静谈过三次恋爱 他说呢是因为男友劈腿 之后就分手了 为爱痴狂 三个月呢 甩掉了20个男生 他现在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是叫制服控 男人味得重一点 风趣幽默的 陈小春型的 我们场上有一个自认为是陈小春型的 黄洞 你刚才说的是那个那个徐政怎么变陈小春呢 太划心了 不要你 谢谢 女嘉宾我问个问题啊 我去蛮担心的 因为你三个月就甩了20个男生 你会不会因为跟男生没法聊下去 所以你 不是的 那是因为 前面提板写那个被男友劈腿分手 后来受刺激 就是用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 叫说不相信真爱了 然后就是男生追我的时候 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始终走不出来 你想用这种方式去报复 不是啊 就是我有时候挺想放下以前 然后选择走向未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管他们对我多好 然后我都觉得就是没有感觉 你跟之前那个劈腿的那个男生谈了多久 谈了四年 他虽然劈腿了 但是现在我想起来的时候 我都没有怪过他 我就是想到他对我的好 跟他在一起分手了有小一年的时间 但是我每个晚上都会做梦见他 真的是真实的萌芽 我就半夜的时候会哭醒 就我记得 就是我们分手的时候 那时候 他那天就是穿着我给他买的白色的衣 羽绒服 那是冬天 然后 就那时候我就老不吃东西 然后就胃特别不好 然后他又带我去吃饭 他会说以后我不再 没有人提醒你吃饭了 你一定要吃 然后他走的时候 还要刮一下我的鼻子说 宝贝以后你一个人一定要 学着长大 你知道吗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我是一个 就是不会管男生 就是不会看他手机 也不会管他跟其他的女生 有什么东西的一个男生 然后后来他劈腿 那个女生比他大 然后他又觉得那个女的能照我 他觉得我太小了 他想找一个比他素素大的 冯金你知道吗 你真的很奇怪 你是我见过的女孩当中 对于劈腿的男人 最温柔的 最没有怨言的 容忍度最高的 但是你也是对自己最糟糕的 你选择一个很极端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女孩从一开始到现在 就没有给我们大家讲 一个完整的一个事件 一开始你就蹦蹦跳跳 问你这个问题你蹦到那儿 问你这个问题你蹦到那儿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弱点 当你提到你以前那段感情的时候 有让我们感动到 但是我想问的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男的回来找你 你还有跟他走吗 可以套用某人微博里的一句话吗 我看上你是我瞎了眼了 你没珍惜我 而是你瞎了眼了 现在我已经痊愈了 而你还在瞎着 好 不谈过去 能现在吧 因为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叫 忘不了就爱 是因为心欢不够好吗 我看第四张牌 你选择男人的这个标准 这个是根据前男友选 还是你的自己自我内心的一种标准 你喜欢这样的 我男友跟这个第四张牌的类型 完全不一样 就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会找一个警察那样的男生 因为我就是喜欢别人可以保护我 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可以找一个医生 因为那样看病就不用花钱了 然后也不用排队多好呀 然后后来二十个男生里 接触了不同的职业 感受了不同的性格 我才发现你爱一个人 跟他的职业 跟他的外貌都没有任何关系 你只是爱他这个人 嗯 所以我现在反过来 好伤啊 特别疑惑一个问题 你做时尚编辑 你到底做哪一块呢 你如何去引导你的受众 因为你的观点 会在不停地变化 不停地变化 就是思维比较跳跃是吧 对啊 这其实难道不就是时尚 是 是 夫妇都时尚 好 各位男生要做出你们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我要问一下冯静 我们要再一次进入 喝彩有健康魅力之选的第二颗爱心 想要送给谁呢 请问一下我的老乡吧 好 恭喜人民 各位男生 拿起你手中的年纪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你还可以选择一位或几位男生来提出同一个问题 想要提问谁 嗯 曹俊 曹俊 曹俊为自己心爱的另一爸放弃自己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可能我可以为女朋友放弃一份工作而从事另一个行当 但是兴趣爱好呢是非常非常能够你真的热爱一个兴趣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绝不会放弃 你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什么 曹俊 曹俊 除了曹俊以外其他男生都挺翻盘 这一下子就点名了主题 那你把刘蜜给叫下来干嘛 只是因为是老乡 对啊 刘蜜你也应该可以回去了 对吧 好吧 没关系啊 嗯 就是来一次就大胆表白也说出自己内心也不后悔嘛 非常爽快 非常爽快 所以我们要尊重姑娘的意思 有请曹俊 来冯静也请你上前一步 加油 你说过你不喜欢主动跟你表白的女生 你说你希望找一个你是在等一个能感动你的女生 在胎上我一直一直在说话 就是想把我自己最顺势的一面展现给你 嗯 可能你是大家眼里公认的帅哥 是很多女生的菜 但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的主食 哦 虽然我的外表比较野猛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非常需要保护 受保护的一个女生 哦 我看过你很多的微博 我知道你很喜欢吃 喜欢吃海鲜 喜欢吃甜食 我都不会 但是我在家里也准备了 我可以给你吃吗 今天带来了是吗 对啊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 把姑娘的心意送上来 嗯 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 现在我拥有的 啊 你说过爱一个人 不是她说一生一世 真正的爱 只在一碗皮蛋瘦肉粥上 我喜欢你 是我度假的记忆 谁也不信 我要为你吃吗 我可以自己吃 从我这个身体中 拉住你 在我感情的过程中 你说过最悲哀的事 莫过于我们分开以后 我活成了你要的样子 我不希望我走下去之后 我活成了你要的样子 我活成了你要的样子 好久不见给这个姑娘一个明确的答复 你嘉宾首先是真的看到我微博 甚至连我昨天发的微博你都有看过 你有常识来了解我 你真的是用了心 而且 我也说过我最 希望的爱不是你陪我能吃烛光晚餐 而是能第二天陪我吃早餐 这些你都做到了 你是有一个用心了解我的一个人 而且你刚上来 你站在那里 站在我对面说话的时候 你的声音是发抖 不然让我回到了我刚上时间的这个舞台的时候 嗯 让我回想起很多的东西 你今天的到来 让我突然又有一份那样的感动 让我又回忆起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让我真的去去 在这一瞬间 脑子划过很多的想法 甚至于我此时此刻我真的 我真的 我就 我想要跨出这一步 嗯 表示愿意踏出这关键一步的曹俊 是否将在教师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迎来自己的大结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 张老师 我原来还能考49 看你我估计9分都考不到 不要欺负人家 考验了 究竟张献令 找出那位是谁呢 甚至于我此时此刻我真的 我就 我不知道是感动还是什么原因 我想要跨出这一步 但是我我又不能因为女嘉宾 我现在要说但是 所以你的我们真的有地域问题 而且你的 你知道吗 你的年龄很小 我们整个 就变了 我哪怕你拒绝我 说是因为我幼稚不懂事 也不要因为说是刻骨人 因为我年龄很小 我就想找到一个比我大很多 可以 我因为我男朋友 离开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觉得我很小 觉得我永远都长不大 但是我后来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跳舞 一个人上班 我发现一个人的日子也很好 一个人也有很多不方便 比如今天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拉后面的拉链 我只想有一个人 可以每天早上的时候 给我拉这个拉链 我也会长大 你愿意等我长大吗 我更愿意陪你长大 但我不愿意做那个等你长大的人 没关系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 谢谢曹君 谢谢曹君 虽然没有 虽然没有 收获一个有满的结局 但我相信你的脾气 试过了 也觉得是一次不错的经历 作为一个女性同胞 我真的只有一句话送你 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可以为爱吃狂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任何一个男人吃狂 你是个好姑娘 谢谢曹老师 也谢谢你 再见了冯敬 郭香曾经许过三根金针 我说好一口 四百四没有送 嗯 第三感谢 送给曹君 祝你幸福 谢谢 再见冯敬 每一个人有她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瓶颈 幸福没有 下面登场的这位老师会是谁呢 来掌声有请 因为是第一次上电视 然后现在很紧张 也很害怕 待会忘词 也很怕待会我选的男嘉宾 会关我的牌 如果她关我的牌 我就让她去罚证 大家好 我叫张贤霖 今年二十三岁来自上海 现在在一所小学 担任数学老师的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世界上没有谁选择谁 只有谁遇见谁 如果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你 我愿意牵手和你走过一身 但愿今天是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好 接下来呢 你要带给你的才艺诊诊 靠无下吧 好 我们通过一段费色 去了解你 好的 来 请靠一下 看到一想到九 看到二想到八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 张老师 今天老师要带大家 学习一首 凑十个 现在带的小朋友 都是比较低年级的小朋友 上课很调皮很吵 这个时候我就会准备一些 小礼物啊 小奖品啊 比如说像这种小贴纸 每座一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马上变得很乖 然后做得很端正 现场男嘉宾要是不乖的话 我也会给你贴哦 生活中的我呢 比较宅 但我这种宅 又不是那种死宅 平时也会比较有情调的 做一些夏日饮品 或者DIY一些小东西啊什么的 在家呢 我是比较宅 但是出了门就不一样咯 我很爱开车 不喜欢坐车 我很享受这种 握着方向盘 驾驭车的感觉 有时候呢 也会开车 载着我的好姐妹 去我喜欢的 有情调的咖啡馆 在他们聊聊天 喝喝咖啡 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对我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愉快 和惬意的事情 我呢还有一丝小洁癖 就是我很爱干净 爱洗手爱洗澡 除了餐前便后 要洗水之外呢 我还要督促我的朋友 跟我一样也要挺洗手 他们经常要吐槽我 如果做我的男朋友 你愿意接受我的这一点吗 我喜欢的男生 其实很简单 要有一点幽默感 懂得照顾我 关心我 让我时时刻刻觉得 他很在意我 你愿意做那个 把我捧在手心的男生吗 哈喃VCR是一个更好的 了解为你搭宾的方式 当然 谢谢二票 过关了 来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 赫萨友健康美丽三连拍 来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开中有请 我们是戴行李神 在第一时间穿下面具 可以吗 我还是第二轮接吧 好 选择一位 你最心意的男嘉宾 这一位 好 哪位男生 坐在里面红影上 跟你说话 我选那个二号肖静 肖静 好 也请 老师你好 校长你好 那个 实际上因为我从小就 数学不太好 所以你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对数学老师的第一印象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出来之后呢 你整个穿的裙子的风格 就给我一种很彻底的 凌驾姑娘的感觉 所以 给我的第一印象 还是非常好的 谢谢 转变了 马老师 全国人民皆知的数学很差 然后之前也有很多女嘉宾 来给马老师说的数学题 我真的觉得说 没有在我 青春年少的时候 碰见你这样的老师 是我的幸运 因为真的太让人分心了 我原来还能考49 看着你我估计9分都考不到 然后你又这么害羞的性格 以前都是老师我错了 看见你我肯定说 老师我保护你 嘉宾咱们是同行 给你做到数学题 五加五等于几 十 看你数学不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加我呢 就等于零 因为你永远心里只有自我呢 你最后结果还是个零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有一个五号 在这待了两年 所以最后呢还是零 还是没有女朋友 好寂寞 不要欺负人家 我 我 你被欺负了吗 我 讨厌了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 孙晨 一点点一点点 那个 肤弱凝脂 生如细丝 身材匀 面容 较好 孙晨 我也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 就你刚才说 一点点的那个风度 你是第二期节目了 你看你前面还没有一颗爱心 自己注意一点啊 孩子数学不及格怎么办 不要打针 不要吃药 请到上海找张贤林老师 张贤林老师 说话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灵力 能够让你的孩子的数学 能够直线上升 快过火箭 所以我们孩子数学不及格 一定要到上海找张贤林老师 我给我们服装师提个建议 以后黄洞肩上都放桌毛 特别符合他这种形象这种表演 其实在女嘉宾上场之前呢 我们编导跟我们交代了一下 说这个姑娘啊挺文静 挺内向的 你们得呵护点她 怕男嘉宾欺负她 其实事实证明 越是这样内向的 有点害羞的女孩子 越是应得男生的好感和想象力 那接下来呢 你也可以进行一个 喝彩有健康魅力之血 送出你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我先送给孙晨吧 孙晨 好 恭喜孙晨 第一个爱心拿到了 能告诉我原因吗 因为她和我们的小朋友很像 会卖萌 像你的学生 我这么阳刚男子气概的 讨厌 这才是你嘛 哈哈 好的 我们再翻开两张扑克牌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张弦林毕业于上海师班大学 学的是小学教育本科 现在呢 就是在小学 担任数学老师 呃 她说自己是 张县令 永远那么倒霉 啊 爱哭爱笑 却经常是哭笑不得 有爱心 还有点小洁癖 为人把自己称张县令 呃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名字不是叫张县令嘛 然后很多人呃 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打 县令县令县令 就会打成县令县令县令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 蛮好的 我就干脆就叫这个吧 很有记忆度 嗯 女嘉宾 那关于你一个哭笑不得 十二哭十二笑的这个印象 你自己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让别人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来 呃 那个哭笑不得其实是 因为现在在小学里面 当数学老师 教的又是低年级的小朋友 然后他们就 经常会做一些事情 会让我觉得 哎呦又好笑 又觉得哎呦不知道怎么办 就比如说 呃有一次我在上课 上得好好的 然后一个小朋友突然跑上来 就快要哭出来的看着我 然后我说你怎么了 然后他说老师 我大便搭在身上了 然后我倒是就觉得 他又是很可爱的那个表情 看着我 我觉得很很很想笑 但又觉得 哦这个我该怎么办 然后就觉得很哭笑不得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后来我说你赶快去厕所吧 我还递了包纸巾给他 让他自我清洁 因为他是男生 林真也够厉害的 这孩子就算是 把屎拉到裤子里边 这是老师 得帮他去解决一下 可是我有洁癖啊 张老师 一般我们学校的话 会有三点 就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第一 呃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 一定要放在学校 有一条备用的那个裤子 因为就是为了怕他吐仔 因为孩子有时候吃的多会吐啊 就是怕他吐 那第二呢 如果你觉得 他是男生你不好意思的话 你可以把他交给保育员阿姨 阿姨妈妈可以去帮他处理一下 那第三呢 才是第一时间联系那个家长 所以我给你提这三条建议 你以后可以用得上 我觉得你们学校的规定非常好 那你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呃我遇到过 遇到过 我是遇到过孩子 就直接吐在我的头发上了 对 因为我去抱他嘛 然后那天上午正好就是 早饭吃的特别多 哎呦我觉得肖建在孩子心里 一定是偶像级的人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简单清爽的女孩子 但是很多男生 对你表达了很强烈的 想要了解你的兴趣 或许这是一个信号啊 但是男生们 要在这个时候做出 你们的第一次选择了 来拿起你们手中的担担器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哎呦不会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翻开另外两张风口台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张鲜林呢 谈过四次恋爱 但是一国恋太辛苦了 最后呢 时间还冲淡了爱情 他希望找这个男生啊 爱干净 不爱夜生活 要把它捧在手心 女嘉宾我想了解一下 你恋爱四次一国恋 谈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我想了解这一段感情经历 那个一国恋是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男朋友 他是出国读书的 我跟他认识是 在朋友的聚会上面 当时就互相留下了好感 最后一直聊天 有联系这样子 但是认识的时候 已经知道他要出国了 最后他在大概出国了 快半年的时候 然后他对我表白了 那个时候 我们谈了一年多 但是见面的时间只有 加起来都不到四个月 最后就是 用那句很老土的话吧 就是最后败给了距离 老师你好 你说你不喜欢男朋友 爱夜生活 那是不是你有曾经有男朋友 就是爱夜生活 然后让你在其中受伤 这个倒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乖乖女 平时在学校上课很累 早上七点钟就要起床了 八点钟要到校 然后下午四点钟放学下班 但是回到家 我还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要批作业啊 那个抓定证啊 出题目啊 备课啊什么的 然后就很累 大概十点钟左右我就睡了 我插一句啊 我历任的这个数学老师啊 他们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容易突顶 我不知道是不是数学老师 很容易有这方面的遭遇啊 就是用脑特别容易过度啊 这个我不清楚啊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这个烦恼吧 那你身边有没有男的数学老师 就那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很伤心 因为我们学校只有三个男老师 所以你几乎就没有接触到 有这男老师的机会 对 你能告诉我 你学校的唯一的三个男老师 做什么工作呢 呃 有两个都快退休了 还有一个 好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也已经明草有主了 好 那接下来呢 男生们也要再对你进行一次选择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接下你的面具吗 嗯 正好 行李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不 好 再一次送出今天的一颗爱心 呃 送给谁 送给曹俊 曹俊 恭喜曹俊 恭喜曹俊你有拿了一颗 乐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电梯啊 我现在有一种坐电梯的感觉 就是超重了 逼 逼 就很危险 快要坠楼了 看起来啊 现在有了这个十五颗心 还真是个问题 没心的人着急 这心太多的人也着急 没心的人听上去 怎么有点不对呢 没心没背的人 好 各位男生拿新衣服装装装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嗯 接下来呢你还可以向男生们提出十一个要求 嗯 借于女朋友会有一点黏人的请关牌 你会有一点黏人 嗯 我会比较喜欢知道你在干嘛 还正常 嗯 小女生都是担心自己这个男朋友会不会把这个遗忘了 或者有可能找其他的女孩去玩 嗯 有人翻过去了 下个要求 从事公关工作的请关牌 哦 这个有点指向性了 从事公关工作的男生 很遗憾 有人翻过去了 我不太理解 你这边的公关工作 有特质吗 女嘉宾 纠正你个概念啊 马老师大学毕业出来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公关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公关 我的公关是在公司里面写那种新闻稿写邮件 就叫public relationship 它是要维持跟媒体之间的一个关系的 但是的确在中国会中有误解 他们说你做什么的 我说做公关的 他们看我眼神就很暧昧 哦 男公关 对 我就是你这个意思 下一个要求 哦 没有了 好 恭喜你 在你的身上还有三张牌为你守护着 我们要请出 11号朱吉城 14号 红红针 来 我请出列 贤林也请上前一步 在他们表白之前呢 我们要先请 请报告肖剑的椅子 你是会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还是回到你的位置呢 你分析这姑娘把你请在这椅子上坐的 这就什么意思 哦 真好 肖剑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俩中间 嗯 来 三位 呃 女嘉宾你好 你好 然后我想说呃 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很有演员 呃 你从外表看的你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无论是身材也好还是长相 而且我觉得你是很可爱的那种小姑娘 然后看你一上来这么紧张 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所以我很理解你的感受 然后就是呃 我想说你身上有很多跟我一样的点 首先就是你不喜欢那种去夜店的那种活动 我也不喜欢 而且我也没去过 然后呃 我觉得就是说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对吗 呃 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而且呃 我很喜欢狗 而且我马上会养一只狗 所以我一直在想帮他找一个能够照顾他的一个女性朋友 然后就是说呃 就是说你这个人 而且你还有洁癖 你很爱干净 这些我都符合你的要求 所以说呃 而且我很会做家务 我很会照顾人 我可以像喝一杯我爱的奶茶一样 把你很认真的捧在手心 会好好的对你好好的照顾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我 谢谢 谢谢 呃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刚刚从上面走下来 我有一种小路乱撞的感觉 现在还有一点紧张 我想跟你说一点 从你走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纯洁很有爱心的女生 呃 我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女生纯洁到从来没有去过酒吧 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去酒吧的人 我喜欢逛逛街 如果我们工作都是固定的时间 朝九晚五的 我们可以一起去开车旅游 一起谈谈心 说说身边的趣事 呃 在你纯洁的心下面我看到了一颗很弱小又让我想可以去保护的那种感觉 我希望可以做保护你的那个人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 收紧 呃 行李你好 首先呃 你是老师 然后 你知道我现在在一个上海的美 美育小学任校长 所以呢 本身你身上的这种学术范儿 特别吸引我 然后刚刚有说到说你其实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说实话我在这坐着那么多时间 我真没看出来 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端庄 非常有自己想法 然后言语之间非常柔和 非常有回旋之地的一个 呃 好老师的形象 所以其实 嗯 我是非常有被你这一点给打动到 呃 咱们来说点实际的吧 首先一点呢 你是老师 那我从事的相关 呃 工作呢也是教育行业 那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其实共同语言会有相当多 啊 然后呢我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会比较忙一些 然后 呃 还有一点 你身上的这种气质啊 非常的呃 和光同城 有上海姑娘当中很少有的那种气质吗 然后我我我我 这种气质呢 我正好带了一个小礼物我想送给你 然后我觉得你跟这个小礼物的气质很像 我可以去拿吗 我可以去拿吗 刚刚看到你在那个视频里面去哄小孩子的时候会用sticker 啊我们都知道sticker是孩子最喜欢的东西 那我也会知道杨娃娃是女孩子最喜欢的东西 那她的名字叫mini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有人气的一个代表的宠物 我觉得你跟她的呃特质啊很多很像 因为她是一头牛嘛 啊然后你身上有一些呃一头小牛的气质 然后呃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然后你考虑一下我可以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夸女孩的方式 形容一个女人像牛 小姐你真牛 姑娘三位男生都表达完了 现在就看你的意愿了 你愿意对他们进行表白 还是直接对用语言回答他们 或者直接想一个方式 走到你愿意和他牵手那个人身边 嗯走过去 哦你已经有决断了 你考虑好了 好 好 那么究竟张献令找的那位是谁呢 请吧献令 呃我今天是带着我的梦想来的 我是来牵手的男神 越来越紧张了怎么办 送你四个字啊 湖背熊腰 谢谢呃不是我想说一下 你有脖子吗 有吗 老师老师我觉得你这样好漂亮 你就跟我回家嘛 哦那怎么可以 那怎么不 绝对不可以哦 请吧 请吧献令 恭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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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很抱歉 请回到你们的位置 小姐 你想看看他选的是谁吗 呃其实他选的是谁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我身边了 其实很重要 哎 就是你 恭喜两位 切手成功 太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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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想对男嘉宾说几句 啊 呃来到这舞台的几期时间里面 我真的有被大家身上很多的东西给折服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我可以呃学习的对象 很感谢你们 然后希望可以一直跟你们保持朋友关系一起下去 好吗谢谢大家 谢谢小姐 恭喜两位 我也跟姑娘说一句 贤灵 记得以后再碰到小朋友 把便便拉在裤子上这样的尴尬状况 记得打电话找小姐去帮你解决 太一定的经验 好 两位再见了 再见 再见 真好 很开心能够在教师节这样一颗神圣的日子 然后我牵走了一位老师啊 是我真的是梦寐以求的 那我相信呢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很愉快的坐下去 你觉得呢 嗯 这里是用健康美的喝啥用 提供后面读查 国家宽民播出的水灯百里淘移 下一个女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掌声有请 呃我今天是带着我的梦想来的 我是来牵魂的男神 我希望他能够被我牵走 我真的好几年 我刚才看到他从这边走过去我 越来越紧张了怎么办 我现在紧张到我想上厕所怎么办啊 大家好我叫唐磊银 今年26岁来自上海 呃是一名幼师 我的爱情宣言呢是 花开勘折直虚折莫等无花空折之 意思呢就是要好好把握机会 台上的男嘉宾快点把握机会把我牵走吧 今天穿的就跟朵花似的 唐老师准备什么才艺了吗 啊我准备唱歌说爱你 好掌声有请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 你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 迟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 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 一开始我知不觉看你装作不经意 心却飘过去爱窃息 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 忙着快乐忙着感动 从彼此陌生到什么回事 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 不敢期待 关于爱情 过去没有一向的结局 难偏心 却颠覆了自己 我寂寞的怀疑 所有答案 因你而明白 转啊转 就真的一件 这一件事 76票 非常好 恭喜够关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 喝伞友健康美的三年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我们期待唐零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下面具 可以吗 嗯 可以 非常好 准备好 3 2 1 请见面 哎呦 哎呦 我从四面看他鼻子可漂亮 嗯 有点是谁的意思 谢谢 来选择一次新一个男嘉宾 好 这位好 呃 唐老师 请哪位坐红椅子 红椅子的话我想请 曹老师 同学 邀请 我希望曹老师帮我说好话 因为他以前都是说直话的 然后我希望今天听听他怎么表扬我 刚才那个两个主持人说了 你有点混血 我觉得你歌声也挺混血的 让我闻到一股那种墨西哥肌肉卷啊 奥尔良烤翅的感觉 就歌声里非常带有欧美饭 啊 这男嘉宾这是在说好话吗 真是在说好话 因为现在说好话很危险 你看看我那边 谢谢曹老师 呃 女嘉宾那个紫色裙子挑的非常好 把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体现在了身上 一个是烧麦 那个 就都跟吃都干上了 你这是在说好话吗 不 真是好话 因为就是下半部分呢 有点像紫罗兰那个花朵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他把一个就是理想化的花朵这样的形象 和一个很实称的烧麦的形象 这个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让我觉得是个很接地气的 不是一个很夸张虚秒的一个女神 所以一定很实在 我看好你哦 谢谢 新嘉宾一开始上来了 没有留下 等一下 马老师我今天是带使命来的 我有同事 她妈妈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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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你 她妈妈 她妈妈 她妈妈是单身吗 她妈妈 不是不是 然后她妈妈就是希望我带走你的签名 等一下 现场要签名 你妈妈要不要对 我妈妈 我妈妈其实 懂了 懂了 那我也说一下我的真实感受啊 我刚开始上来的 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深的印象 但是 就在你转身的那一刹那 让我想起了正当红的演艺明星 hold住姐 但是你面具摘下的那一刹那 还是漂亮的 不像hold住姐 想hold不住姐 让人hold不住 为野猫哥 谢谢谢谢 近来我只是平凡地觉得 每当马老师点评文第一印象 我真的觉得该吃药了 药不能停 马老师药不能停 是吗 老师好 你好 送你四个字 虎背胸腰 谢谢 不是我想说一下 请你把你的头抬起来一点 你有脖子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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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因为之前我看过你的节目 那个他们都说你是双下巴 我觉得可能你没下巴吧 有吗 没下巴 那是怪物 我的下巴长到你那样 你拿着去了 你千万不要低头 你低头小心 绕血 是吗 那不会的 谢谢 谢谢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 笑起来很美 然后 我是对短发特别hold不住的 我就特别喜欢短发女生 谢谢 我跟你说她为什么要留短发 是因为她留不起来长发 谁说的呀 这个营养全被身上的肉吸收了 知道吧 看到女嘉宾之后 我想到了一句话 叫没有三七三不敢丧良三 没有七四七不敢坐飞机 没有三副神叉不敢倒饭吸气 没有金刚钻不敢懒瓷气活 知道吗 而且我要强调一点是 我看到女嘉宾的鼻子之后 让我想到了江方周健的造型很像皮诺曹啊 有没有 所以说如果她刚才说假话的话 她鼻子一定会像你这样挺的 不是我想说一句 那个黄冻是吧 你看说了那么大堆 我就 对为什么要说得快呢 就怕你反驳对不对 如果你不反驳的话 那我就安全了对不对 过了过了过了 虽然说你外表给人感觉是 特别的热情大方 但是我感觉这个女孩子的攻击指数不低 所以惹过她的人流蜜 黄冻之类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下面你可以进行 我们今天第一次喝彩有健康魅力之选 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是谁 我第一颗爱心送给 反正不可能是刘蜜我知道 万一我要送给刘蜜呢 没事不客气 这事不客气是吧 那谁的肉多 你多我多 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 谁 我就送给他了 送你一颗心希望你长点心 恭喜刘蜜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段VCR 对我们的嘉宾再做了解 哈喽大家好 我叫唐蕾银 今年26岁 我之前是学表演的 为什么我会做幼儿园老师呢 是因为我看到小孩子 我心情就会好很多 因为平时比如说 在有压力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跟他们聊两局 心情就会好很多很多 我在家呢 平时呢 喜欢收集一些 奇奇古怪的帽子 因为呢 我平时呢 搭配衣服啊什么的 戴这种帽子 比较好看 还有一点就是我脸小 戴帽子比较好看 我还喜欢DIY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 织织毛衣啊 织织织织织织啊 平时呢 我还是喜欢跟自己的朋友 一起喝喝下午茶 然后唱唱歌什么的 但是我的女朋友们 她们都有男朋友和老公了 所以说看电影的话 我偶尔会自己买票子去看 一个人看电影 也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 你们别看蜜婶儿 那么娇小可爱 其实她在幼儿园里 是非常严厉的一名幼师哦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她在那里聊微信 来着聊着 突然 微信那一头 发出了一句很响的声音 你们在干嘛 坐下 然后声音非常的小 非常严厉 所以台上的男嘉宾呢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女嘉宾 我要很严肃的问你个问题 我现在看完你的VCR 对你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了 你那个朋友还单身吗 哪个 他们结婚了都结婚了 别小了你 好 咱翻开两张扑克牌了解 一些具体资讯 哎呦 原来唐磊莹长的这个相貌 是和她的这个专业 有某种程度联系的 既然是上海电影学院 学表演的大专 可现在呢 没干表演 在幼儿园当老师了 她认为幼儿园的生活欢乐多 有点男孩子气 说话很直接的二妹子 女嘉宾你好 其实我知道这个幼儿园老师不是很好做 因为这个年纪里的小朋友特别调皮 那如果你遇到那种很调皮的小朋友 你要怎么解决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演一个小朋友 可以 老师老师我觉得你这样好漂亮 你可不可以被我带回家当我妈妈 那怎么可以 那怎么绝对不可以 小朋友你不能乱想的 你就跟我回家嘛 不可以 小朋友调皮的话 老师有方法的 老师会变魔术 把你变走 把你变成火星人 把你变成皮球 老师我知道这个火星人 就是长像你这样子 对不对 不是长我像我这样子的 你拿个镜子照着 就像你这样 老师你到底想怎样啊 你想怎样我就怎样 好 不然大家给我 听我说这些实话 你刚才对何不还 如果他真是你的孩子的话 一种教育方式是有问题的 恐吓 恐吓你怎么会吓唬人家的方式 没有他这样 没有这样的孩子 什么回去做妈妈 在你旁边站的这个文晓 还真的是师范学院毕业的 哦 文晓就跟他说说 如果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会怎么去回答 孩子 你要先上个厕所吗 我先上个厕所 你就跟我回家当我妈妈妈 我先上个厕所思考一下 回来咱们再聊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洛老师 洛老师怎么办呢 遇到一个小破孩 跟我说这种话 该怎么办 第一呢你要跟他说 我特别喜欢你 如果你还需要一个这妈妈的话 在幼儿园 我就是你的妈妈 哦 很好啊 我觉得洛老师很适合做幼师 有没有考虑换个职业 可以可以考虑 好 谢谢跟老师的沟通很愉快 各位男生可以做出 你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了 来 男士的那年纪 准备好 3 2 1 新顺子 很多男生选择继续了解你 我们再翻开另外两张风格牌 看一下有哪些重要资讯 杭磊盈啊 谈过三次恋 结果三次恋都是悲剧 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他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要笑起来 要好看 眼神带电 有创业的目标 和记忆化的男生 是他的首选 女嘉宾 你说你悲剧三次 是在同一段恋爱中 还是三段恋爱都是悲剧呢 当然是分段的三段恋爱 那你能仔细说一下 就是怎么样悲剧了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希望男孩子就是我自己的男朋友创业的 然后我也会鼓励他 最后他有能力了自己开了公司和他的合伙人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一起了 然后他为了自己的 女的 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我 然后跟他的合伙人在一起恋爱了 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他原来是做设计 当设计师难道不好吗 怎么说呢 因为我希望的是给我将来的孩子很好的教育 还有更好的未来 就算我跟他在一起吃泡面也没关系 我们的孩子绝对不行 我是这样跟他讲 给他压力 对 可能是压力吧 女嘉宾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老公是一个创业的人 那你怎么去鼓励他的 我想听一下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如果你希望我去创业 我会陪你去创业 我会陪你发展 如果你希望我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 我可以做到 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女孩子 因为她是一个 对自己的未来有期待的人 而且她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型的伴侣 但是你要知道 创业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赌徒 女嘉宾 我问你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吧 假如这个男人在创业阶段 他失败了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当然会 当然会是吗 当然会 好 各位男生们要做出你的第二次选择 在此之前 我要问一下女嘉宾 愿意把你今天的第二颗爱情送给谁呢 呃 我觉得我送给 蒋方舟 一号蒋方舟 嗯 好 恭喜方舟 来男生们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 有不少男生为你留牌 你可以从对面的16位当中选择一位来了解特别下 呃 我选择 12号和孟怀 大家好 我是和孟怀 我目前在上海一间培训学校从事这个脑潜能开发的工作 很多人听到这个脑潜能 他不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呢 人的一生大脑的使用率只有到达3%到5% 我们的工作就是开发你未使用的95% 然后做这个工作也可以帮助到非常多的小朋友 每次看到家长脸上的喜悦呢 其实就是我心中最大的成就 好 下面可以向男生提出7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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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受比自己大5岁的请关牌 对 有一些男生专门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人 你知道吗 对 我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就是说 据我们所知应该有这样的 但是他们没有翻牌 没有翻牌 哦 终于翻了 诚实了 下一个要求 哦 不喜欢擦香水的男生请关牌 你喜欢香水 我特别喜欢男生 因为这是一种生活品质 我特别喜欢男生擦香水 好 会有吗 真有 还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了 我们要请出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两位 呃 我刚才虽然翻牌了 但是我等一下还是想下来表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很诚实地告诉女嘉宾 这一点是我能接受的 嗯 但是我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 说想要下来跟女嘉宾进行这个表白的 我要争取一下 嗯 我不能骗她 能给她这个机会吗 虽然她不满足你的最后一个要求 江方舟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她以前找的那个女友 基本都比她岁数大 是 甚至超过五岁 这个差别 嗯 呃 洛老师或者 允许我男人一下 我觉得拒绝我是你的权利 但表白是我的权利 所以我必须下来 很好 江方舟 请好 郑建明 也请有请 来 磊玲 我们也要请问曹俊 市区市流 呃 随便回去 好 谢谢曹俊 呃 我觉得你都多余下了 就是 刚一上场的时候我就说 你就是我的菜 我喜欢短头的女生 然后 呃 关于创业 我觉得 现在我创业可能 走到了 我心目中所认为的一个 高度了 但是我下一个创业的项目 我决定创业 创业一个幼儿园 对 我真的是那种就是 我女朋友喜欢什么 我可以无限度的去给她 只要我有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两个很多想法是相似的 就是 我也想把孩子以后送到国外去读书 给她更好的一个教育 还有 嗯 我觉得 这个 眼睛 我自认为 还能有点 电力 笑容呢 我妈天生给了我一个酒窝 就是为了笑的 然后我觉得 你也很喜欢笑 所以我说她多余下了 就不要 就不要理她们了 好吧 就是 就咱俩走得了 好 谢谢 郑欣明 这个谁多余呢 听完就知道了 首先一点 我觉得 孩子将来出不出国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教育 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 国外很先进 但是我觉得 对于孩子最重要的一个教育 是来自于父母的 如果父亲母亲 能够做得很到位的话 我相信孩子 在任何的环境下 都会很努力地去成长的 我的一个家庭背景是 我父母都在 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 那我现在 一直从小就是自己 一个人在努力的 从我毕业的第一年开始 我在换不同的行业跟工作 因为我在不停地 积极地接触每一个行业 去让自己知道 将来我到底做些什么 我不是一个 那么传统型的工作的人 同样的 我也希望在将来 我面对我孩子时候 他不至于只是说 别人的爸爸怎样怎样 或者别人的家庭怎样 他会很自豪地告诉 每一个小朋友说 我爸爸是最好的 然后我妈妈也很爱他 我觉得这才是我 最理想的那个状态 如果说将来要给你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就是 在我理想当中的 我成就的公司当中 你可以带着孩子 然后能够很骄傲 趾高气昂地说 我是老板太太 老板娘 然后你可以只要 focus在说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就好了 然后我会给你要的幸福 对 刚才方舟在进行表白的时候 我跟文晓在这块探讨了一下 其实我们开始理解江方舟 为什么需要找到比较年轻 稍微大一些的这女孩了 因为方舟小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的家庭经历 她从小没有了这父母 所以其实她在某种意义上 她找那种 她希望寻找那种 对她更有母性关怀的女性 那么当然年龄比她大的女性 肯定是她的考虑的首选 但她今天愿意站在这 对一个跟她年龄不加剧 并不大的一个女生进行表白 我相信她用了很大的勇气 而且其实我跟很多人 聊过我母亲这件事情 如果我当下我母亲 有你这样的一个理念 说是为了将来她的孩子着想的话 我相信我现在应该过得比 很多人都要来得幸福 因为她选择生我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牵制我父亲 她完全没有再为她的孩子着想 所以当你说出那句话 你想为了你将来的孩子 做出一些牺牲的时候 那种感动 我觉得并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你牵走任何一个男生 今天都算得上是 非常完美的一个玩意 希望你做出明智的决定 加毛周推心智服的表白 已深深打斗女嘉宾 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创业目标 都很符合女生要求她 能否在这一次牵手成功呢 大家好 我是杨继荣 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喜欢在开心果壳上 画卡通话 远离我 我没有靠近你啊 心里远离我 希望你做出明智的决定 谢谢两位 我觉得你们都非常优秀 而且可以找到自己对的人 然后我今天刚才说过了 我是冲着一个人一个人来的 然后我这个人是比较执着的 我今天就只想把她牵走 谢谢 我觉得你要为将来我们的孩子找些 因为我看过 我得说在这舞台我也留了快一年了 我看过太多女生 其实放弃了很正确的一个 跟她表白的一个男生 而且选择了一个完全否定 可能就是否定之前自己的一些要求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理性的 已经想到将来为孩子考量的一个女生了 所以选择这个人 你真的要去把那个问号打打清楚 我对爱情上面也是非常执着的 就是我虽然要找到那种类型的男孩子 但是我对爱情还是很执着的 我还是有执着的 执着的目的是什么姑娘 你告诉她 执着的目的是我觉得她跟我很合 执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成功 就算我跌倒了 就算我怎么样了 我都要向她说出我对她的感情 是这样子的 两位男嘉宾真的非常优秀 对不起 没事 好了 两位姑娘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是 谢谢你们 尊重你 谢谢 好的 女嘉宾的意思很明确 一定要执着地向自己心意的这位男生表白 对吗 对的 好 我们请出她 12号 何孟怀 其实观众席里面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女嘉宾 好好地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呃 恒文华你好 其实我从 你第一期白理挑一 我就 我就已经很关注你了 然后 其实 呃 那时候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我朋友在那个微信圈里面 发说今天白理来了一个男嘉宾 长得非常帅 然后 有点像吴彦祖 那我就好奇去看了一下 我看了那期 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 而且反应很快很聪明 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你的 想法 或者说是 嗯 职业啊 怎么样 都是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 其实 最打动我的是 你最后向周南表白的那一次 你们两个心动20秒 你的眼神真的是 非常的认真 然后 就是因为你那个眼神 我今天来到了这里 我要 很执着地我向你表白 我觉得我可以 为你做一个好老婆 无论你要怎样的 你要发展事业 我可以做你的贤内助 你要 老婆在家里面 我可以带孩子 我可以 嗯 两个 都不悟的 还有就是 我 就是 这一段时间 为你织了一条围巾 赶出来的 我织了很久 然后 我通宵就是晚上不太睡觉的 那种 然后 围巾 我可以帮你戴上吗 好 因为可能 大家说是夏天 没办法戴围巾 但是冬天的话会很温暖 那一圈 我可以为你 做到你想要的 你能够接受我 像你软软的脸 老师可以给我五秒钟吗 当然 因为我看着这个女嘉宾的眼睛 我没有办法离心的思考 哦 我们也希望 你今天能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条长长的 转述我的一脸 那一针那一鲜 其实女嘉宾 我要先说一下我的爱情关 其实我面对交女朋友这件事情呢 我非常的挑剔 我也非常的执着 我面对交女朋友的只有四个字 就是凌缺勿滥 如果呢 我一直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女朋友 我宁可单身 一直单身下去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想要走近女嘉宾 可以吗 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非常喜欢 非常欣赏诚实的女孩子 我现在要问你三个问题 请你诚实地回答我 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原本的样子 你在这边为我做的一切 为我织的这条围巾 为我说的话 我跟你走 谢谢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 我可能偶尔会有一些 情绪化吧 还有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 常常为了自己的开心 然后惹到男朋友不开心 你是不是这种人 因为我希望找一个 我自己比较小孩子气嘛 我偶尔会这样 还有第三个问题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自己的内心 不够稳定 情绪 变化很大 我可能 有些 就是思维性跳跃 就可能 今天想到这样 明天想到 但是我没有大哭大笑 这么恐怖 非常谢谢你嘉宾回答我三个问题 就前面三个问题 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你会就像一颗电视炸弹一样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你 我可以为你改掉我之前的坏毛病 如果说我 有这种情绪上面的 你不喜欢怎么样 无论如何我都会改的 这样你说 你刚才说你有看百里跳一 那你应该知道 我在百里跳一里面有讲过 我就是喜欢让女生做自己 我不会去改变女生 因为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原本的样子 所以 我虽然在这里没有跟你走 但是我会谢谢你在这边为我做的一切 为我织的这条围巾 为我说的话 我不会忘记你 谢谢 好 你谢谢孟怀 我刚才等我去上 王老师很伤心 是不安 只好强悍 谁梦伤了我的 姑娘别哭 那个 我有问题还是挺想问你的 你离西亚里面那个结婚的 他有没有感情不好 有没有可能在离婚什么 你愿意等啊 在在线等 没有人家有 说他我要跟你讲一个事 我有两个朋友 都是在我在将近二十年前采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的一些故事 他的妻子结婚以后 说你必须要去创业 他曾经在一个公司有非常稳定的工作 也做到高管 发来为了他的妻子去创业 创业之后呢 公司做得也很好 都没有获得 都没有什么失败 但是做大了以后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他喜欢另外一个人 跟他的妻子离婚了 他妻子见到我的时候 他后悔 说我为什么要逼着一个男人一定要做 本来我们可以过很美好的生活 很稳定的生活 非要逼着他这样去做 他有压力 他觉得我对他不好 这也是他喜欢另外一个女人的名 让一个男人去创不创业 当然女生可以提出建议 但是一个男人他适合做什么很重要 你能发现他的潜能 你也可以把他逼上一条不归路 这是有风险 谢谢罗老师 谢谢你的分享 再见了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幸福没有 其实我觉得 之前向我表白的两个男孩子 都是不错的男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执着我的执着 我 我这个人比较执着我不想说了好吗 所以最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面登场的就是女嘉宾 来有请 我现在心情还是挺平淡的 唯一让我不平淡的就是 我的才艺表演 背稿子 我就写了三份 背了好多好多遍 我还是害怕我一会上台放层 然后我希望是牵手成功 如果只拒绝我的话呢 我也就顺其自然棒 大家好我是杨继荣来自天津 我是一名美术老师 我的爱情血缘是 我的爱情就像一张白纸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我的那只画笔 这是不是冲着黄洞来的呀 找到一只画笔 我杨继今天穿的真漂亮 真是 大概什么样的才艺呢 我的才艺是施朗颂 无怨的青春 哦 很少听到 掌声有请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请你一定要温柔的对待他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 有多长或多短 若你们能够始终温柔的相待 那么 所有的时刻 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 等我们长大以后 你才会知道 无怨的青春 你才会了无遗憾 就像山岗上 那轮静静的满月 谢谢 谢谢 恭喜你姑娘 七七二票过关 下面我们要一起进入 4SIO健康委 第三天拍片的镜头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开中有请 第一时间请问一下 你嘉宾会在这个时候 接下来面具吗 愿意 好 南吉荣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选择一位你最心意的男嘉宾 你到时候好像谁呢 这一位 好 那么杨老师 你也可以选择一位男生 坐在红椅子上 为你说话 好 我选择谢威 好 谢威 好 好 第一印象 呃 李嘉宾你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这个虽然是我第一次坐红椅子 但是我会是 最近值得坐红椅子的人 这个李嘉宾一出场非常惊艳 身材非常好 可以看出你学美术的人对 色彩对结构都非常有品位 啊 听听他们怎么夸你吧 真是太好了 谢谢 刚才那个 我们三号 回家近在跟我说 她说 李嘉宾那个脸不是自己画出来的吗 因为长得太美了 而且她的这条裙子挑了有一个特色啊 特别像我们看 Flamingo的那个长度的那种裙子 说明她是个很热情的女生 挑的颜色也很鲜艳 所以为了平复一下我刚才那个有点荡的心情 看到你了我觉得真的是一方良药 所以谢谢你的出现 我太惊讶了 明杨说好话了 明杨说好话了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听一下你天津话的自我介绍 可不可以给大家来一顿 大家可以听天津话 囤正的天津吗 来 大家好 我来自天津 我几年二十四岁 我的恋爱是一张白纸啊 我希望在这找到我的那只画笔 你那整个儿啊 我确实很想说天津话 刚才你嘉宾 朗诵了一首诗 于是乎我诗性大气我也想朗诵一首 好啊正在中间 不用我在这儿吧 没事儿 不要害怕 同行嘛 你一下子把这女孩给激活了 你看看 在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积着乌云 在苍茫的大山上 有一只小羊在吃草 它下面有十六位男嘉宾在为你牵线 我 于是乎我想说一句 杨杨啊 你可长点心吧 我觉得下面是狼 你可长点心吧 别带她下来了 我记性我们这个节目是深夜播 小朋友不会看到 谢谢你黄豆 看来很多男生 其实对你女生的很好的印象 那你对谁印象比较好呢 我们要进入 赫萨有健康魅力之选 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我送给红椅子上的谢薇吧 我说了那么多好话对吧 好姑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通过一张VCR再做了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一名美术老师 我是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在开心果壳上呢 画卡通画 比如说像懒洋洋 Hello Katie 这些人物 画完之后呢 我就会送给我的朋友 他们收到礼物之后 就非常的惊讶 感觉我特别的厉害 我可不是单靠画笔吃饭的人 我曾经还做过瑜伽教练 手机销售员 生活中呢 我是一个动了脱兔 进入处子的女孩 动的时候呢 我喜欢去游乐园分玩 去玩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 比如说破山车呀 海盗船呢 静的时候呢 我喜欢做做瑜伽 看个画展 还喜欢绘画 我理想中的爱情呢 就是那种一心一意的 就像一部影片 我的女孩 里面的男女主人公呢 她们遇到过很多困难 但是最后呢 还是坚持地走在了一起 我的爱情观呢 就是你若不离不弃 我便生死相依 好看完VCR之后 我们再翻开两张扑克牌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杨继荣毕业于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学的呢 是社外旅游的本科 现在呢 却在当美术老师 修得插销 换得灯泡 认为自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朗诵曾经获奖无数 女嘉宾你好 最近其实这两次来舞台上的女生 把修灯泡这个技能 当成是一个独立女性的一个 必须的一个技能啊 那你为什么特地还要把这个 修得插销换得灯泡这个事 再拿出来讲呢 其实在我眼里好像还蛮简单的 你觉得女生 可是对于女生来说不简单啊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吧 当时老房子嘛 我家里那个插销的坏了 我就去那个五金店去 我说那个 要不您帮我去挨一下 她说特别简单 我交给你吧 我说行啊 她说教我好几遍 然后就回家 弄弄弄就弄好了 特别厉害 不是 你会吗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你还穿开档裤 小学五六年级还穿开档裤 不是 因为方舟都搞时尚的嘛 搞时尚就要穿开档裤啊 你才不理解人生 不是 她这种时尚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就以后在当街看谁五六年级再穿开档裤 这将来都是人才啊 女嘉宾你好 你这个朗诵获奖无数 你有没有在朗诵比赛中得到什么样的特别的经验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先学好普通话 对 如果是你学的话 你要先学好普通话嘛 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一下普通话 你教不好 人家老师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你不教我是怎么回事 对你唯一这么当老师的 一个学生想像你求教 能展示一下吗 能展示一下吗 好吧 怎么展示法呢 读份报纸吧给大家 来 找份报纸 说一句和问怀重复一句好吧 好 我是一位老人 我是一位老人 净说些老话 净说些老话 不是你这应该给马老师说吧 怎么跟我说啊 也是 对于时代 对于时代 我是落伍者 我是落伍者 没有什么良言 没有什么良言 贡献 贡献 给 给 现代 你是把我当白痴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一次长王吗 先要不教你句简单的 这个太难了 你是要怎样 这个我讲得比你好 不是你是要怎样 是你到底想怎样 不怎样 你想怎样 你们不觉得今天我们舞台上 终于迎来了一位奇女子吗 各位男生可以给这个奇女子 第一次选择了 来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 很多男生选择继续关注 我们再翻开另外两条部分 杨济荣没谈过恋爱 他曾经在情人节收到了一份神秘礼物 曾经礼貌的拒绝搭讪 他希望找到男生叫无尊型的阳光型男 爱运动 而且脸皮厚 李嘉宾 你说没有恋爱 那就是在情人节收到了什么 最神秘的礼物啊 就是大学的时候 每到了过节的时候 都会有一男生送礼物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他每次都会委托不同的人送我东西 然后那时候还特别幼稚 在那个桌子上写着那个杨济荣 然后画一桃心一件穿心 你上大学的时候有人送你礼物 在情人节的时候 送了多少次你还记得 我没有数过 他不是说情人节送 别的节 只要逢年过节就要送 24节期都要送 对 那这个24节期每次都要送礼物的人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我就有一次他托了一女孩送 然后就抓住了他 我说你今天要不说来男人是人别走 他就怎么都不说就跑了 就是他的那个言外之意就是可能 那个男孩子就是他感觉可能就是 跟我不配或者怎么样 就是可能就 暗恋 对就是他就想一直暗恋下去 你希望这个男生要能够有机会 对你当面表白 我还是希望 那你刚才反正我 那个如果有人向你去搭讪 你又不喜欢 他们搭讪意图不好 那什么意图 他搭讪不都是为了要跟你够通吗 就像我前一阵 我在那个火车站 然后我从济南回天津 然后呢我就就进检检票口嘛 然后有一男的就拉住我 说那个小姐 你有男朋友吗 留个电话吧 你拒绝了 是拒绝了 你如何礼貌的拒绝 嗯 他不可以拿那边演一下吗 好 请不请在线 我来 你长得不猥琐 我那那你挑一个你认为 长得更像火车站那位的人 谁啊 选谁 你你自己 行 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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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 好 小姐这个 钱包是你调的 你看 呃 这个钱包挺好的啊 哎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经常从那个济南到天津啊 请你远离我 我没有靠近你啊 请你远离我 你这一点都没有礼貌好不好 没有 因为刚才说我对你很礼貌了 是你还想 我也没护脸皮 我没护脸皮啊 我也没有护脸皮啊 我只是很礼貌的跟你说话呀 对不对 我也没有说任何的 对你有肢体接触也好啊 或者说对你有言语的骚扰也好 没有啊 我只能在正常人与人理解 你什么干 女嘉宾不报警 已经很礼貌了好不好 对 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我要不后退的话 都贴上我了 好 下面你可以做出你今天的第二次 色彩有健康魅力之选 送出你今天的第二颗爱心 给那个黄栋吧 挺辛苦的 不是不是如果你 你要不要也给别人 那行 我就给你 好 恭喜黄栋 来 各位男生 拿起你们手中的电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嗯 有不少男生为你留牌 好 你还可以选择一位或几位男生来提出一个问题 再深入了解一下 我问一下谢威吧 你以前有没有跟其他女孩子住在一起过 你这句话问的太准了 不仅住过 而且还合法的住过 这个 哦你结过婚 哎对 结过婚 也离过婚 哦合法就行 我的意思是 你没有合法的时候有没有跟其他女孩子住在一起过 真抱歉也有 哦行了解了 这为什么这么介意呢 没有介意就问一下了解一下不要多想 那如果说你在考虑这样一个男生的时候他有这样的经历 会影响你的选择 嗯 应该会有影响吧 你认为在婚前不应该同居 嗯 我觉得应该是 哦 好 下面你可以向男生提出七个要求 喜欢晚上去娱乐场所的请关牌 有人翻过去了 下个要求 嗯 脾气不好的请关牌 这标准怎么去衡量呢 所有人都不会脾气一直好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最生气最生气的时候 男生说一句 你到底想怎样 这样算脾气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说的脾气就是 他可能会发很大的脾气 会摔东西啊 就说一些粗话啊 你要是就是 就普通的问一下你要怎样 还是可以的 好谢谢 但是我有情提示 你要说这句话就是最好不要戴着围巾 看着特别欠别你知道吗 哈哈哈 好 下一个要求 每天 屋门要化妆的男孩子请翻牌 你所谓的化妆是仅仅是保养还是说要 保养可以 出门要打粉底液 要画眼线呢 到粉底这个程度就不行了 啊对 好 日常生活当中出门 可能很爱化妆的男生可以翻牌了 好 还有要求吗 嗯 没有了吧 好的 恭喜你姑娘 有一位男生为你一直守护到了现在 他就是4号高加西 请出列高加西 好 此刻我们也要问一下歇薇的去流 哦 哦 站在这个点不是想跟您表白啊 我觉得很优秀 我也很欣赏你 但是只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戏场不太合 对 谢谢谢薇 好 高加西 那季荣 说真的你知道世界这么大美女很多 在像你这么独特的女生我觉得真的特别难得 你特别打动我的就是像你条件这么好 不缺男生追 那么至今也只零恋爱 我不知道是由于你对自己有这样一个保护膜 很难让别人走进你的内心 还是说是对另一半要求很高 但是说心里话 陪你看见千秋雪 我相信你是那样的女生 而且我最擅长的就是 给一块玉来雕琢出形状 我对你真的有非常大的好奇心 想好好地跟你认识一下 所以你愿意跟我一起牵手 离开这个舞台吗 男的比你多高 173 我不能接受比我矮的 男人内心强大 其实跟身高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还是挺介意的 可能以后会改变吧 我想现在的话 应该还是不能接受比我矮的 还是祝你幸福吧 谢谢高嘉熙 非常遗憾 你也努力过了 谢谢 回到你的位置上 张锦荣那现在你拒绝了高嘉熙 你也知道你 心仪这个男生并没有给你留牌 是 那么你下一步有两个选择 第一 坚持向他表白 哪怕被他抵 第二 就此离开这个 你选择什么 表白吧 很好 希望你加油 他选择这位 有着无尊型外表的是 8号 刘密 刘密 请出列刘密 加油 季荣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为什么翻我牌 我想问一下你我哪像无尊了 你不像无尊 你想你自己 我也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翻我牌啊 嗯 这跟经历有关吧 可能 像刚才谢威说的那句话一样 我不希望 就是 你是由我来 就你这张白纸是由我来写的 我不希望你的人 你人生感情经历是由我来安排的 我更希望是你有自己的一段经历 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建议女生谈过就是 比我多恋爱次数比我多 因为有可能这样的女孩 最后 比我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跟这个有关 然后还有就是 之前也说过了 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的 所以 所以我把牌关了 嗯 我尊重你的决定 我也希望你能找到 属于你的那个另一半 嗯 谢谢 吉隆 再见了 吉隆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瓶颈 请不吝点赞